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一二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來到新加坡的帕亞利堡 我們今天來到這家餐廳叫做Kolix 我們今天點了非常棒的一個餐 這間餐廳主要以海鮮跟肉類為主 它這邊紅酒來自自地跟義大利等等 我們今天點了一個套餐之外 我們也會點比較特別的水 待會介紹給大家看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片 我們今天有點這個 它並號是M15 這邊M15 看得到嗎 這個餐是這樣子 很大一個肉類拼盤 我們等下就等上菜吧 這次是M15 M15 M15 M16 M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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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第一道菜來了 這個是前菜的湯 這是Mushroom Soup 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兩個飲料 這個是香蕉巧克力Milk Shade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個櫻桃 然後這是檸檬Iced Tea 裡面有檸檬片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薄荷葉在上面 然後這個跟這個現在是一個組合 然後這兩個組合是6塊9的樣子 對 OK 那我們開動啦 登登我們的餐來了 我這品牌有讚喔 這個是沙拉 然後這個是高麗菜沙拉 然後加玉米沙拉 然後這個是半隻雞 然後這個是Sausage 應該也是Chicken 然後這個是炸 應該是炸什麼 Squad 然後兩個Chrome 然後這個是Fried 登登 好 那我們開吃囉 這玉米好大一個 跟手指頭一樣炒 那玉米好甜喔 聞起來味道香香甜甜的 超好吃耶 就是雞肉 它的雞纖維很明顯喔 就是半隻雞 那我們切 然後再慢慢吃這樣 它雞本身不會柴 然後是水嫩水嫩的 不過我覺得 嗯 它的纖維嚼勁會 那個纖維會卡到牙齒 我覺得吃雞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然後可是 我覺得它的蛋白質還蠻豐富的 然後它的烤雞外面皮 也很油脂油脂 嗯 嗯 烤雞的部分我會給8分 給大家參考囉 好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這個沙拉 這沙拉裡面加的醬 是那種 金桔醬 OK 這個是 Smoky duck 煙燻鴨 煙燻鴨 它的皮還蠻厚的 有沒有 跟我的眼鏡框差不多厚 它有一點那種焦香焦香的感覺 有點像櫻桃鴨嗎 台灣的櫻桃鴨的味道 嗯 嗯 嗯 謝謝 欸我還蠻喜歡這種 有肉的Q彈性的感覺 就方便 一下比較 好吃 它們要吃好吃的我覺得 這個我會給8分 嗯 嗯 好這個是 豬肋排 然後它給的大概是這樣一個片段 然後有四節骨頭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蠻好切的欸 不會說太硬 它是BBQ 然後我第一口吃到油脂 它油脂好油喔 嗯 感覺好難咬 不會但很難咬 可是我覺得它的BBQ醬是淡淡的 沒有到很 味道很重 它BBQ醬是偏甜 對有點帶甜醬甜醬的感覺 如果這個跟麥當勞的BBQ醬 我反而還喜歡麥當勞的BBQ醬 對 嗯 嗯 嗯 然後這個它 我們現在吃的有點冷掉了 所以如果它熱熱吃的話 我覺得應該味道是更加分的 所以光在BBQ醬的時候 我可能會給7分 給大家做山草囉 中秋節快樂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